各工友市场在疫情期间持续开业 不过整个生意是大幅下滑的 虽然政工所喊出了减免租金 不过菜卖不出去是事实 摊商表示说因为市场单一出入口 而且还要实名制 大部分的老人家是不太会用的 因此进到工友市场买菜买肉的人 根本就没有多少 摊商也希望可以有人潮买去才会跟着来 走进市场里面空荡荡没有人 只剩下摊贩业者正在忙着挑菜 而这名菜商说菜饭很久了都没有人要买 自从全国三级警戒以来 市场管制越来越严格 也配合食联制以及消毒作业 市场生意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 你看我的菜都乱掉了 你看我们最可怜的菜都家没有人买 疫情冲击菜篮组减少采买 各工友市场虽然仍然持续开业 但是生意大幅下滑 虽然政工所喊出减免租金 但是菜卖不出去是事实 摊商表示因为市场单一出入口 并且要实名制 大部分老人家不太会使用 所以进到工友市场买菜买肉的人根本就没有多少 摊商希望能够有人潮买气也会跟着提升起来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